這個星期有個大新聞 我們現在確定了一件事 就是前總統跟反郵人士 還有組織有密切聯繫 這些人在提倡一堆非常極端 反對猶太人的言論 而且對於二戰發生的大屠殺 跟整個以色列都有非常負面的攻擊 這些跟前總統的聯繫 還有晚餐 不是上個星期週末發生的 事實上在2005年的時候 就不斷的有組織性的定期會議 當時的參議員 就是很快要當總統的歐巴馬 跟國會的黑人權益委員會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定期的跟Louis Franken 這位反郵的黑人會談 有非常多的照片影片笑著拍照 Louis Franken說 猶太人就是這個世界的白蟻 然後所有的主流媒體 全部都幫忙掩蓋這個事情 說沒這個事情 沒什麼大不了的 這個前總統跟反郵人士會面 不只一兩次 是長達20年之久 當時前總統歐巴馬 還是一間教會的議員 這間教會的主任牧師 叫做Jeremiah Wright 他指控猶太人說 都是那些猶太人 不讓我跟總統會談的 然後歌的音樂探索 他把參加 他一個晏 Inc wiped electrode 當時絢舉了 你不會讓他跟人說話 誰叫我們信任 是在德國的慧州的慧州 慧州的慧州的慧州 慧州的慧州 是一種罪和一種罪 尤其是說他錯誤了 我不是說全民主人 全民的信徒 我不是說是慧州人 當然主流媒體也是說 這件事情是無關緊要的歐巴馬也不用道歉 主流媒體也沒什麼好炒作的 然後整件事情就淡化了 還有就是上個星期 Kanye West跟川普吃了頓飯 但是這就代表了川普犯下了不可原諒的罪 這代表川普是個納粹 簡直就是希特勒在世 簡單說就是 媒體用過去抹黑川普7年的東西 再抹黑了川普一次 我是伊藤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納粹是一個逐漸失去意義的詞彙 當一個辱罵人的髒話被過度使用的時候就會失去他的意思 最新的報導顯示 川普是個納粹 為什麼呢?為什麼他是納粹呢? 因為他跟 Kanye West吃晚餐 然後 Kanye West返遊 所以他是個納粹 跟他吃飯的川普也是納粹 還有就是 Kanye West帶了一個朋友 那個人承認他自己是白人至上的納粹 所以說他們全部都是納粹 這個是最近主流媒體的頭條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以下是川普他自己的說法 這是他在True Social上面說的 上個星期 Kanye West打電話給我 跟我約在Mar-a-Lago吃晚餐 然後呢 他無預警的帶了三個他的朋友 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 我們星期六的晚上 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在後院吃了頓飯 這頓晚餐很快 而且沒有什麼意義 之後他們就去機場了 但是媒體不是這個樣子報導的 上面說川普帶了一堆高調的納粹 白人至上到他私人的會所 所以說他就是個納粹 之後川普又發了True Social上面說 我幫助了一個身處困境的一個人 剛好就是一個黑人 耶肯爺 他失去了所有的事業以及他所有的東西 他一直以來都對我很好 所以我允許他單獨來Mar-a-Lago會談 讓我給他一些他很需要的建議 結果他帶了三個人來 兩個我完全不認識 一個是我好久沒見的政治人物 我跟Conian說不要選總統 他在浪費時間不可能贏的 然後假新聞媒體就炸鍋了 那不管川普怎麼說 左派就是不相信 一口咬定川普就是個納粹 跟過去七年一樣 那你覺得發生了什麼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在你寫你的答案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看 Conian West 是怎麼說的 這就是川普最擔心的事 就是我問他做我的總統 我認為他被他擔心的領導 我認為他被他擔心的領導 這就是我跟智慧進去 所以川普非常感激 尼克 Fuentes 尼克 Fuentes 他對他來說說 他還很像某個總統 他被他擔心的領導 這次代他成功領導 他其實是個總統 他是個總統 他沒有知道 他會有個總統 你還會有總統 你還會有總統 而當當時所有總統 都說不解決 他就知道 川普總統 他有總統 他是個總統 在這位總統 我的問問 為什麼 當你當你有機會 你並不去 當你不去 當他人沒有 選擇 我來講 我來講 去給他 去給他 Go and get these people that the media tried to cancel and told you to step away from He basically gives me this would-be mob-esque kind of story Talking to some kid from the South Side of Chicago trying to sound mobby or whatever He goes into the story about all that he went through to get Alice Johnson out of jail And how he didn't do it for Kim, but he did it for me But then he goes on to say that Kim is a d**** 你可以知道我说那 我认为那是妈妈的孩子 从我们知道 所有的 christians在美国 爱 Trump 知道 Trump是一个conservative 我们将要求你 保持所有政策 直接向 the Bible 当 Trump开始 在我身上说我会失败 我说那是否有效 任何人在历史上 你会失败 你会失败 我会失败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回应 我不觉得川普说的有什么错 你跑去别人家 然后要跟这二三十年以来 最保守派得票率最高的总统 你不只要跟他拼总统大位 你还要他当你的副总统 然后说一堆什么 他卸任之后 没有什么特色1月6号的人 还有就是 你的前妻真的就是一个 不只是全美国 全世界都知道是一个 那样的人 我是打从心底的认为 Kanye West是需要帮忙的 大家应该要支持他的音乐 或许他 或许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但他脑子好像真的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川普会说 整个晚餐是浪费时间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要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觉得在浪费时间 好我们回到川普发的True Social 那川普发的True Social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川普真的是在帮一个一直以来对他都很好很支持他的好朋友 就算这个好朋友的脑子不太灵光 还要跟他争总统大位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川普其实私底下在计划一个复兴纳粹的阴谋 川普正恨犹太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他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 然后还有他女儿跟小孩都改姓犹太教 然后变成了犹太人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有一个城市 叫做Trump Trump恨以色列到以色列把哥兰高地改成了川普高地 他恨犹太人 恨到他推行了亚伯拉罕协议 促成了以色列跟附近的国家签和平协议 还有这个还有那个的 只有这两个可能 各位认为是哪一个 当然我觉得的话应该是绝对是第一个 这又是一个很可笑的对川普的攻击 相反的我反而认为这个攻击会帮助川普 因为川普目前在共和党内最大的劲敌 并不是 Kanye West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Ron DeSantis 如果他决定参选的话 有很多之前对川普的攻击就是 川普是真正的左派讨厌的人 我们如果要拉到左派的选票的话 只要参选人是其他人就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川普换掉 因为川普不但没办法凝聚右派的选票 还会鼓励左派的人出来投反对票 那这个事件就非常明显的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左派还是只想攻击川普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我们要选的人是谁 我们不需要因为他跟某个白人至上的人 不小心吃了顿饭 然后就说什么 哎呀这个人真糟糕啊 川普这个人种族歧视啊 跟很多之前就是教会分裂的原因一样 说川普是歧视中国人的 因为他说China virus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这个样子的攻击 而且会持续两年 因为川普他老人家 就是这么早宣布参选了 那讲到纳粹 左派有一名知名的演员 叫做Elisa Villano 他发推文宣布要打击法西斯 还有仇恨 还有所有的白人至上 他把他的特斯拉退掉了 他发的推文上面说 我退回了我的特斯拉 我买了一台大众汽车 Volcewagen的电车 超爱的 我不确定为什么还会有公司 在推特上面买广告 一个股票上市的公司 竟然在推行仇恨的商品 以及白人至上的代表 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商业策略 我不知道这位我不太认识的演员 是不是一个有读过历史的人 但是大众汽车的历史比特斯拉丰富很多 大众汽车是希特勒跟纳粹党亲自创建的 OK 大众汽车Volcewagen Volce就是人民的意思 Wagon就是马车的意思 这个就是大众汽车的由来 但是当然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大众汽车是保时捷 Porsche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希特勒党卫军SS的 高阶将官Ferdinand Porsche一起创办的 这个照片应该可以看到 希特勒跟保时捷都坐在大众汽车上面 风光场景 但是他当然也不知道 这真的是让我想到绝大多数的人 对于历史是非常陌生的 是非常无知的 现在的人不在乎过去 不在乎未来 只在乎现在 我拿青春赌明天 你用真情换此生的概念 我们活在一个只在乎当下的时代 人觉得圣经三千年太久了 希腊历史 罗马历史 中国历史 这些他们不可能在乎 那希特勒设立大众汽车Volcewagen 不到一百年 那个才是真正纳粹的概念 但是他们不会在意 他们要攻击的是Elon Musk Elon Musk甚至不是一个保守派 他某层面上只是一个非常左派的一个人 但是Elon Musk只认为要有自由市场跟言论自由而已 这个人就是他们心中的纳粹 这个人就是他心中的敌人 那讲到Elon Musk 他刚给我们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 在政治上面是非常实际的一课 现在有传闻就是苹果的App Store跟Google Play Store 会禁止推特在苹果手机跟安卓手机上面继续存在 因为Elon Musk买下了推特 然后他会让这些邪恶的纳粹回到推特上面 例如川普啊还有就是应该最主要就是川普而已吧 其他人好像左派他不太在乎 然后呢之前在One America News的主播 OAN一直来都是非常挺川的这个新闻台 就发推文说 如果苹果跟谷歌把推特 从他们App Store下架的话 Elon Musk应该要创造自己的智能手机 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兴奋的丢掉目前的制度 被iPhone跟Android牵着鼻子走 这个人 他之前说的是Elon Musk 做了火箭去火星 一个小小的手机应该很简单吧 然后Elon Musk就回 是的 我就是要这样做 他说 我希望不要到这个地步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话 我就会做出另一个可以选择的手机 这个是对于政治火热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一刻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年轻人写信给我们 然后说他满腔热血 然后他要怎么样进入政治圈 然后我给他的答案都很现实 听起来就不太像一个基督徒应该说的东西 因为答案就是 如果你可以的话 请你开一间公司赚很多钱 赚到你比你认为你需要的数量还要多的钱 要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他们会觉得就是 你不是这么肤浅 对不对 你跟在AINews上面说什么靠信心 靠耶稣 只要有梦想就去实现 不一样 我只是想去国会 我只想参选什么州议会 但是事实就是不行 你一定要有钱你才可以进入政治圈 川普能不听共和党的能不甩民主党真的不被左右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自费的参选人 这也是我们相信川普多过于很多其他政客的原因之一 包括Ron DeSantis 不是因为川普是唯一美国的救星 不是川普是神的仆人 川普是个完人 只有他才能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只有他才最有眼光 而是因为他最不可能被外界的力量左右 因为他很有钱 Elon Musk在这边说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想一下 现在所有的保守派政治人物 非盈利组织在那边说什么 我们要起来要创造一个新的电话 打破这个市场 打破左派的垄断 我们要来计划 我们不要被左派继续控制 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 或者是Elon Musk可以拿出一张支票 然后就说开一间公司 然后说我们来做手机吧 我们可以在那边讲说什么 我们要立法要召集各式各样的 同志志同道合的人 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 真正的自由 然后要来改变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是Elon Musk可以说 440亿拿去 从今年起推特就我说的算 川普现在就回来吧 你有钱了之后 一切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保守派会失去整个社会的方向 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左派他们花了好大的力气 好长的时间 他们创业提供服务 掌控了我们社会上面所有的经济跟资源 最近还有个新闻闹得很凶 就是Balenciaga 巴黎世家 最近出来了一个小孩 带着一个穿着性虐待 BDSM的玩具熊的宣传照 广告 这个其实是我离开服装公司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高端的时尚公司 其实一直在做就是那些 冲撞体制 那些超级名模在舞台上面走秀的衣服 根本不可能有人穿 又露奶头又露屁股的 每个男的看起来都像Gay一样 然后穿的比我的内裤还要短的短裤 然后这个样子还不能被批评 因为这个样子叫做艺术 高端时尚公司就是被一堆变态掌控的 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这次的事情会爆发的原因 是因为照片里是个小孩 不然女人穿着BDSM的衣服在走台步 在时尚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女权人士不断的说停止物化女性 但是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 不管是什么烂性法案 堕胎的法案 约炮 还有高端的时尚 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物化女性 只是被一群脑残的人说这是自由而已 露两个奶头在外面是女性的自由 这个就是现在的时代 女人完全被性化物化是非常正常的 巴黎释迦错的就只是照片上面是小孩而已 一下是美国左派女权最风靡的节目 The View 里面的共和党人的这个主持人 Elyssa Griffin 前川普政府的幕僚说 巴黎世家做的最错的地方 就是把子弹给了保守派 What's going on here 在一个时代 它是很危险的时刻 甚至要给这些疯狂的节目 哇 可恶的巴黎世家 对不对 你们的广告使用儿童来提倡性虐待的照片 上面还有最高法院的判决书 是关于儿童性爱色情片的 你们做这么多最坏的地方 就是让极右派的人有理由攻击LGBT What 现在我们就要一直听这些极右派的这些人 一直在说一堆就是公开的事实 巴黎世家你们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个The View的观点实在是太特别了 对不对 那个儿童性虐的广告 他就是穿着BTSM的衣服 最坏的地方就是共和党的反应 OK 多么睁眼说瞎话的事情 这让我想到很久之前那个伊斯兰恐怖攻击之后 有一个脱口秀的这个搞笑艺人 叫做Norme McDonnell的玩笑 他说如果伊斯兰恐怖分子发动恐怖攻击 杀了很多人的话 最糟糕的反应就会是 I can't say my friend's name but he said his biggest fear is that Isis or some terrorist group like that will get a hold of a dirty bomb and exploded over a major cit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because then the blowback against innocent muslims would be absolutely terrible yes that's right that's true OK let's do some jokes 对 nor mcdonald 他那个来宾好像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OK 如果这些恐怖分子引爆了dirty bomb 脏弹就是一个有放射性物质的炸弹的话 杀了上百万人的话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会有很多人起来反伊斯兰叫 OK 这个高端时尚公司打出来一个儿童性变态的广告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很多共和党会有机会来攻击 你可以说我是个神经病 但是我个人认为 巴黎世家打出来一个广告性变态的 儿童性变态的内容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对儿童有任何性变态的广告 OK 性化儿童 让儿童接触性虐待的物品 这不是我在这边吓人 没有错 那个小孩的确是有穿衣服 但他在广告里面拿着一个玩具熊 穿着BDSM的玩具熊 然后另外一张图是 一个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儿童性爱影片 色情片的判决 这个不小心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 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最糟糕的地方 我觉得右派的反应 或者是共和党的反应 是应该的 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有反应 应该要来抵制这个样子的公司 很多人就会说 你干嘛这么大惊小怪 你们保守派疑心病 只是张照片 然后弄了一些很有个性的泰迪熊 干嘛 我们有没有大惊小怪 我们其实看Balance Iago 他们的反应就知道了 Balance Iago清空了他们的IG帐号 如果这只是一个不小心的错误 如果这只是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他们不就应该就是拍拍肩膀 然后假装没事就好了吗 结果没有 他们清空了他们的IG帐号 而且还发出了长篇的重大声明 这个是他们的损害控制的道歉文的内容 第一波的广告 是礼盒广告 那有儿童带着绒毛玩具熊的包包 穿着有人说是BDSM的衣着 这边先暂停一下 不是有人说那些是BDSM的衣着 那个就是BDSM的衣着 那个就是性虐待的衣着 那样的东西还有什么其他的形容词 你会说那样子的衣服是牛仔穿的吗 是暴走竹穿的吗 我能想到最接近 但是又不是BDSM的 大概就是北斗神圈里面 那些被全市长打爆头 那些虾兵鞋匠的衣服 但是那些虾兵鞋匠想做的事情 就是BDSM的事情 就是性虐待的事情 那些皮质的东西跟铁环串在一起 然后锁链一堆锁链的衣服 那些就是性虐性变态的东西 好我们来继续读他们的道歉文 我们的绒毛熊包包 以及这个礼盒方案 不该跟小孩摆在一起 这是巴黎世家犯下的错误 我们没有尽我们的力量 来审核这些照片 这个错误的根源来自于巴黎世家 所以他在这边说就是 对这些东西不应该跟小孩出现 在一起出现 不应该跟小孩摆在一起 他们一开始还在这边打马呼言说什么 有些人说这些是BDSM 但是后来他们的内容就是说 对 抱歉这些东西就是不应该出现 对不对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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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想要再听到什么 保守派大惊小怪 那个就只是一个很可爱 又有个性的包包而已 因为就连Balenciaga 巴黎世家他们自己都说 这是一个很奇怪很恶心 性暗示性虐待跟小孩扯在一起 然后他们又继续说 第二个分开的2023年春季的广告 这个就是对于最高法院对于儿童色情片判决的那一个 他们说这是一个为了要创造一个商业办公室的环境 包括了一张照片上有一页纸 是关于United States v.William 在这个2008的这个判决结果 证实了儿童色情片是违法的 而且不被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护 所有照片中的物品都是办公室的道具 结果竟然有真的法律文件混在里面了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某个电视节目的拍摄道具来的 这些没有被我们核准的文件是我们巴黎世家的错 我们已经跟道具来源的公司发出了抗议 我们也会承担所有没有审核以及道具管控失调的责任 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那各位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各位如果知道我的话 就是除非是跟圣经的真理是有关系的东西 不然我不太会把东西说到死 我不太希望给别人过多的期望 我也不希望给观众太沮丧之类的 但是这个东西 我真的不认为巴黎世家是不小心的 OK 一张照片或许是不小心 两张照片你到底在干嘛 三张四张 外加上儿童色情片的判决书 除了你们这群变态想要儿童色情片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其实整个时尚界都是这个样子 要女人露这个露那个的 然后每个明星穿着低胸的紧身衣 然后露个事业线在那个地方 硬生生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小孩养到变性的明星特别多 变成童性烟的特别多 明星自己本身自杀率又特别高 然后巴黎世家在这边出了一个小孩拿着BDSM的玩具熊的广告 然后 下一季的广告就是 办公室里有儿童色情片的判决书 然后你说那些都是道具 那个熊也是道具 那个判决书也是道具 那个熊到底是道具还是你的商品呢 而且他们使用的文件档 United States v William 的确是说儿童色情片是违法的 但是他们拍到的那一段 就是那张照片上面那一段 刚好是在说另外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那一段是辩方在提到之前的 Free Speech Coalition的一个判决 是辩方在说儿童色情片是言论自由 是符合宪法的 那Siaga在这边说的就是 这都不小心的啊 又不是故意的 是道具组的问题啊 如果有人学过电影 或者是有在电影公司工作的话 他就可以告诉你说 只要是拍摄的场地 所有的道具背景 每一个电影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算的时间角度都是有意义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小心的 特别是这种高级品牌的产品 他们的拍摄不会像AI News 或者是PHC一样 在那边拿个数位相机 在那边click click click 然后就说OK广告完成啦 完工收工恭喜 我们在一个讯息非常迅速的时代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有时间 来去分析现在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非常重要 现在发生的事情 基本上历史上都发生过 只是人的名字跟地点改了而已 政府跟政治人物欺骗我们的方式 也几乎永远都一样 我们如果知道历史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了解 他们为什么要骗我 还有他们是怎么骗我们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怎么回应现在发生的事情 跟怎么回应无耻的政府 圣经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 在圣经里面的故事 充满着人的背叛 人的谎言 政府的压榨 所有的人犯的罪 都在这66本书里面 最酷的地方就是 里面的人的罪 跟人的背叛 也几乎都一模一样 例如索多玛跟俄摩拉犯下的罪 在旧约的后期 变亚敏之派也犯下了一模一样的罪 就是跑到村庄里面 然后又被抢奸这样子 然后之后变亚敏就被灭族了 索多玛跟俄摩拉还算是外邦人 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犹太人 但是变亚敏的确就是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其中之一 圣经在告诉我们 或是神在告诉我们 我们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不但是要看到敌人在做什么 更是要了解我们自己很有可能 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当我们不了解历史 不读圣经 不认罪悔改 我们就一定会做出跟敌人一样 甚至比敌人更可怕的事情 不管是随便指控人是纳粹 还是把自己车子卖了 买一台纳粹公司做的车子 还沾沾自喜 还是饭奸淫 同性恋 恋同屁 都是我们可能会做出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期 在节目强调的都是 自我反省 认罪悔改 读圣经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能变得更刚强 变得更正直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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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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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